在我们内江汁中有一道小面真的是特别的出名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吃过 只局限于听说 那就是汁中的兔子面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做法 从炒面哨到煮面拌料 全部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步吞入给它先载成大小均匀的火壳 尽量载来小一点 因为这个是面哨子 它不是用来烧的 吞入载好过后放清水里面 再次的给它抓洗一下 把血水洗掉 冷水下锅先焯一下水 配上了姜葱高度焙酒 焯开过后把浮沫打去 再煮三分钟焯透后捞出来必运 再来准备一点姜葱蒜 摘成末 再来一点八卦 大料 香叶 桂皮 贝纸 花椒 辣椒 咱们先来炒面哨子 另起锅来上一勺95号的菜籽油 把锅制好下焯好水的吞入 用大火快速的给它扁炒 一定要稍微多扁炒一会儿 才能把它香味炒出 炒香过后下准备的香料 还有姜葱蒜末 再给它们一起减炒 四川豆瓣 再来一点明阳火锅底料 这样子给它增加纯香 烘入一点高度焙酒 再加入水 提前把味调好 糖 酱油 少许的胡椒 烧开后转最小火烧40分钟 再来准备点大蒜子 稍微多一点 一分为二 再来切上一点新鲜的酒王 兔子面的话酒王一定不能少 价格再贵多少你总得放一点 把面条的味调起 蒜末 冲发 酒王 酱油 味醋一点点 花椒粉 鸡精 猪油 非常具有四川特色的辣椒油 一般情况下 吃面条辣椒油都是腐辣味比较重的 但是我没有单独练 都是用的凉菜辣椒油 吞入烧来差不多了 咱们把这些香料啊 还有辣椒给它捏出来 不要 这样再把蒜口口放下去 烧个五分钟左右 起锅前给它来上一点鸡精 活转活转的 这样子兔子面的哨子就炒好了 绝对的巴适 锅内水开丢二两面条 调好的位置里面来上一点高汤或者面汤 面条快熟的时候放几根菜叶子 夏天就用腾腾菜 冬天就用弯豆腾 这个是煮面最好的蔬菜搭配 煮酥 给它夹入姜材的料碗里面 舀上姜材烧好的兔子面 扫子 带上一点圆汤啊 做生意的话主要是看良心 咱们自己吃就多放一点 最后再补一点葱发点缀一哈 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 资中兔子面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 吃起来是超级的过瘾 早餐来上一碗满满的都是精神 没有什么辣味 面条吃起来爽滑 兔子肉吃起来呢 也是宣美并且入味的 两者搭配 非常的巴适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收藏着 咱们不用来四川 也能够在家做出正宗的兔子面 当然不喜欢吃的 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 吃之前咱们给它夹转 哇 闷闷的都是幸福 这就是今天晚上一个人的晚饭哈 咱们炒的这一碗面 烧子就可以吃好多刺面了 早上把面一煮 烧子一咬 哇 想想就幸福 嗯 第一块吞肉就整到头骨头 每一次吃面最喜欢吃这个面条里面的菜叶子 感觉真的是比吞肉更受欢迎 传位小面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重油的 但是我们不喝这个汤只吃面 就算要和汤都要这样子吹一下 把油吹到一边和点汤 过方面真的太香了 还记得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 吃上一碗这样子的面都是奢望 因为一般自己家里面不可能再炒里面哨子都得去外面吃 那时候哪怕三块钱一碗也是一种熟 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了 随时想吃自己做也可以去外面吃也行